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讲我们的核心概念的第一个单元 也就是函数的定义跟它的相等的意思 好那函数是什么呢 函数是两个函数间的某种对应关系 那当集合A中的每一个元素在集合B中 刚好只有一个元素跟它对应 那我们就说这种特别的对应关系 是一个从集合A到集合B的函数关系 OK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日 所以我们如果对每一个人都指定到他的生日的话 那基本上从人的集合一直送到日期的集合 基本上会是一个函数关系 那但是呢同一天生日的人基本上有很多 所以你如果给定一个日期 给定一个某定指定的日期 那你要送到是说所有是这一天生日的人 那基本上这个不会是刚好是一个元素 不会是刚好是一个元素 一定有很多元素 那基本上这种对应关系不会是函数关系 OK那我们函数的组成呢 基本上有三个要素 那我们通常函数要有名字 常用英文字符F来表示 因为是Function 那我们通常会说函数是集合的对应关系 如果是从集合S对应到集合T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S然后F然后冒号 然后S然后箭头T 那其中呢函数S呢 就是函数F的定义域Domain 那集合T呢 我们称为是函数F的对应域 也就是CodeDomain 那这三个东西 函数的名字 然后作用的范围 包含了定义域也包含对应域 然后函数的怎样的作用 基本上是组合组成函数的三个要素 OK我们三个要素就是说 有名字有作用的范围 然后告诉你说 给定一个元素的话 告诉我说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就是函数组成的三要素 那我们常常用建读图来代表这个函数 比如说这个是从S送到T 的一个函数 所以函数 定义域S呢 包含了四个元素 ABCD 那对应域T呢 包含XYZ三个元素 那它函数F怎么送呢 它把A送到X B也送到X C呢送到Y D也送到Y OK这是函数的建图图来表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那左边这个图呢 它基本上不会是函数关系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的定义域这边呢 ABCD 那D这个点没有定义到它 没有一个箭头从它发出去 所以这不是个函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这个左边这个图也不会是函数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定义域的这个元素A 那元素A它既送到X又送到Y 那基本上它定义了多个值 所以我们不把这种关系成为是函数关系 好那函数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输入跟输出的规则 比如说输出等于输入加2 那如果输入等于5的话 那输出就是输入加2也就是5加2也就是7 那输入是负10的话呢 输出是负10加2也是负8 那一般而言如果你输入X的话输出就是Y 输出就是X加2 好那在上例里面输出会等于输入加2 也可以用F是从X送到X加2来表示 OK我们也会用这个F of X等X加2来表示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用Y来代表函数的输出 那也因此我们可以写成是Y等F of X等X加2 或减写成Y等X加2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代表相同函数 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我们用H来代表函数 用T来代表变数 OK那基本上呢 所以输出等于输入加2 可以写成是H of T等于T加2 那这个XT呢 基本上是代表输入跟输出的失误 我们称为是亚变数 Dominable 所以我们也会用空格来代表 用最简单的F空格等于空格加2来代表这个函数 那现在问题是怎样的函数是四维相同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个函数 F of X等于X G of X等于X平方 H of X等于1 over X 那这几个函数是相等的吗 那答案是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题目不够精确 不要忘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只用F of X等于X加2来描述一个函数 是不够精确的 那不要忘了 我们如果要函数是拿来描述两个集合间的对应关系 所以请你帮我指明函数的定义率跟对应率 OK不要忘了我们的函数三要数是这样子 OK好 所以我们这边引入严格的函数的相等的定义 两个函数F跟G分别的对应率定义率是如此 那我们称为相等是怎样呢 它们两个的定义率 函数的定义率要相等 也就是A要等于C 那每个对应值要相等 也就是F of X要等于G of X 对于所有在定义率里面A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函数 那F跟G如果它的定义率 如果都是0E这两个元素的话 那基本上这两个函数是相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定义率的F of 0等于0 G of 0等于0平方也等于0 所以它两个相等 那定义率的另外一个东西 F of 1等于1 G of 1等于1的平方也等于1 所以它们这两个函数也相等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的FG的定义率都是0跟1的话 那么F of X等于X跟G of X等于X平方 基本上是两个相等的函数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H的话是1 over H 那我们现在如果改定 H of F的定义率都是1跟-1这两个元素的话 那么F跟H的这两个函数也是相等 为什么呢 因为F of 1等于1 H of 1等于1分之1也是1 所以这两个相等 H of 1等于-1 F of 1等于-1 F of 1等于-1 H of 1是-1分之1也是-1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在-1的取值也相等 所以的话如果F跟H的定义率都是1跟-1的话 那F跟H的这两个函数会相等 那最后面我们再来看 如果FGH这三个函数的定义率 我们都定义成正时数 OK就是大约顶的时数 那基本上这三个函数都相等 为什么呢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 挑一个特并的在定义里面的值来看好了 比如我们找2 OK F of 2是等于2 G of 2呢 是2的平方是等于4 那H of 2等于-1分之1 那所以的话F of 2不等于G of 2 也不等于H of 2 所以的话我们找到一个在定义里面的值 那使得他们对应过去的值都不相等 所以的话这三个函数都不相等 很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ather 니装